當然在推動這個工作的時候 不是說很容易 因為我覺得在部落裡面 你要推這個工作 是要齊心共利 孩子們更能夠感受到說 當他們在跟長輩說護士的時候 長輩的笑容就越來越多 當他們唱歌給他們聽的時候 長輩的心情也越來越開緩 長輩練習習大學 嘛 媽媽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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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哪一張 你覺得哪一張 沒有 他在 沒有 你們剛剛 要是自己來才發現哦 好 你看嘛 你看 你看這個超柔軟軟 剛開始接觸的時候孩子們會帶著一件恐懼 恐懼就是因為他們不常接觸這樣的一個長輩 所以剛開始我們會透過跟他們做遊戲 做溝通 說故事 開始讓他們彼此的一個建立關係 讓那個距離能夠越來越短 那從這樣的一個開始的一個接觸 慢慢慢慢的孩子們更能夠感受到說 當他們在跟長輩說故事的時候 長輩的笑容就越來越多 那孩子們的一個改變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到 孩子們的改變第一個 他們覺得說部落有這麼多的長輩 原來長輩會碰到一些身體不舒服 或碰到原來我們從來沒看過 他會忘記的這一件不一樣的一個病因病情 那他們就會知道說 原來這是一個病 這是一個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記起很多很多的一個事情 讓他們能夠在他的一個晚年的一個生活 一樣可以有快樂 一樣可以有健康的一個晚年 好緊張喔 再來是 新高高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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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講喔 好香 這是用呢 有點悶 因為觀察眼 看了很多 很多的說呢 只有不是 只有 還有 可以嗎 要吃到不想內容 不可以再講啦 不好吃 好 好 我問你看到什麼就夠 真的不能講內容喔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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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裡面我覺得這些長輩們 就是都有讓人蠻有印象的 對 然後浦老師是比較特別啦 因為其實我來的時候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很活潑 對 可是因為我有聽說他過去 他其實不是這樣子的人 他是比較嚴謹 然後比較 就是因為他是老師的 就是本身就是老師 所以他其實 我是聽別人說的 他以前就是不會這樣子 跟學 就是那種打打鬧鬧 然後就是比較活潑的方式 對 是他是後來因為生病之後 然後他的 因為他 剛剛在訪問的時候應該有 就是他有癱症 就是他就有提到是他 因為那個生病的關係 然後倒下來嘛 對啊 其實那時候他是蠻嚴重的 對 就是沒有想到 他可以恢復的那麼好 當然在推動這個工作的時候不是 不是說很容易 因為我覺得在部落裡面 你要推這個工作是要齊心共力了 要有更多的人一起來去做推動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對失智症能夠有更多的友善關係 對 然後從小到大 讓我們可以常常去談論有關失智症的問題 然後再建置一個比較友善的環境 讓我們的個案或者是患者能夠很安心地活在我們的部落裡面 吸引起來 吸引起來 吸引